哈喽同学们我们接着讲下一个小问题 这个小问题叫做路径问题的说明 这是一个很小的问题 不过呢你要不注意的话也很容易出错 看这里路径问题说明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来看这个小项目 我已经把它运行起来了 大家注意这次我运行的时候直接访问的跟路径 直接访问跟路径的时候 他首先会到我们的web.xml 到对应的stress2的filter 然后呢他就会去找对应的namespace 这个namespace是谁啊 斜杠 大家看这里我有对应的namespace吗 有没有 有没有 没有 我没有对应的namespace 没有 他会返回到web.xml里面交给tomcat去处理 因为他没有找到对应的namespace 没有找到对应的action 这时候他就交给tomcat处理了 交给tomcat处理之后 tomcat怎么处理的 他一看 哦welcome index.dsp 所以他现在访问的是哪个文件呢 是index.dsp这个文件 好 我们来看这个index.dsp这个文件 在这个文件里面 我是这么写的 就写了一个链接 a href等于pass下面的pass.action 路径问题说明 仔细看 那也就是说 你要访问的那个action 看他的属性 应该是 跟路径下面还有一个pass 他下面的pass.action 对吧 同学吧 也就是说当我一点的时候 你要去stress的xml里面去找 找谁呢 看看有没有一个namespace叫pass 他下面有没有一个action叫pass 能看懂这意思了吧 所以我就是这么访问了 我一点 好 访问到了 他反馈给我的 我们来看这个类是怎么写的 pass.action pass.action是这么写的 他return了一个字符圈叫pass 简单吧 所以他在stress的xml里面 找到这个action对应的结果 叫pass的那个result 因此反馈给我的gsp 就是这个gsp了 在这个gsp里面 大家注意看 我写了一个链接地址 这个链接地址 我用的是一个相对路径 好 我问你 在正常的情况下 这个pass.gsp 去访问index.gsp的时候 因为他们俩在同一个目录下面 所以这时候去访问他的时候 正常我这么写 可以完成吧 没什么问题 但是很不幸的是 我们来试试看 这是pass.gsp 链接 你会发现 他链到哪去了呢 链到了pass下面的index.gsp 这是为什么呀 大家能理解吗 因为在这个gsp里面 他不会去看这个gsp 真正的路径在哪里 他只看这个gsp 目前映射到 我们的服务器上的这个url地址 所以链接路径 你链的时候呢 他只是根据这个地址来链 而不会根据这个文件 真正的路径来链接 有没有感觉到烦啊 同学们 感觉到了吧 你会感觉到很恐怖的一件事情 为什么 如果你将来这个pass要改变了的话 你比如说改到 改到namespace的 改成那个跟路径下面去了 改成跟 这个链接就又变了 就变对了 你现在要想变对 你是不是得前面加上点点斜杠 才能访问到我们刚才的index.gsp 但是我将来这要一变 完蛋了 我再加一个深的 我这个action改成叫pass下面的pass 那傻了 你这个得改成点点点斜杠 对不对对吧 那行了 如果这样写的话 你们就知道太麻烦了 老搞这个问题 太麻烦了 所以 处理起来 倍儿简单 虽然问题很复杂 但结论倍儿简单 倍儿简单 倍儿简单 结论就是二话不说 全用绝对路径连接 好下面我就说解决问题 二话不说就用解就用这个 这个这个绝对路径连接 行不行 行吗 真的行 不用试 我给你打包票百分百不行 刷一下 好 请大家看它量到哪儿去了 老大 在我们GSP里面 这个大家 哎对不起 在我们GSP里面 这个大家应该知道 这斜杠代表什么呀 同学们 斜杠代表我们整个站点跟路径 它代表的是我们这个web application的跟路径吗 当然不是 所以这时候你要用啊 还得麻烦点 不过它再麻烦同学们 它是死东西 豆芽子长一防高 怎么说 它也是根菜 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所以别想这么复杂的问题 你就知道它的解决方案 解决方案就是永远用绝对路径 具体 看这里 具体比较好玩的是呢 MyEclipse还会自动的帮你生成一个GSP的内容 我这里是考过来的 他没有帮我生成 为了让他用他生成的内容 我们再建一个新的GSP文件 GSP 我就建来用来做参考的 随便起名 看 这是MyEclipse的自动帮你生成的 这部分内容 Ctrl C 这个大家应该是了解了吧 所以 因为以前课程里头讲过了 我就在这里就不多说了啊 从而言之呢 你在这个Path里面 如果你有这么一部分内容的话 Ctrl V 大家知道 这个Path生成之后呢 Request GetContextPath 就会拿到我们的 WebApplication的这个路径 Stress的0400Path 然后呢 他在前面又加上了什么呢 BasePath 等于GetScheme 拿到HDP那个字符章 GetServerName ServerName 拿到我们LocalHost的 GetServerPort 拿到8080 再加上我们刚才那Path 其实到最后就形成了 我们整个访问他的 这部分内容 同学们 就形成了 形成了 这部分内容之后 我们所有的链接 只要在前面 把这部分加上 是不是就形成了 绝对的路径了 没错 所以你写链接的时候呢 你就可以写成这个样子了 在Path里面 写这个链接的时候 可以这么写 建签过号 百分号 等号 BasePath 后面的index.dsp 行我们来试试看 看行不行 我刷 刷的一声 点链接 看是不是回来了 再点过去了 有同学说加鞋杠 你可能没注意 它上面有个写杠 看到了吧 这种问题我就不多解释了 最多你错一下 然后 一看一眼的链接不对 你就知道哪错了 改过来就成了 我都说 行 就是这种方式 除了这种方式之外呢 你看 Mic Eclipse 自动生成的这个呢 它其实用的是另外一种方式 这种方式 这个 在head里面有个标签 它的base是什么 所以还可以采取 Mic Eclipse的这种解决方案 我们在head里面 加个标签 指定 它的base 是什么内容 了解结束 指定 它的base 是什么内容 这个base的意思是说 当前我们所有的 这个页面里面的链接 前面什么都不用写 默认 它都会帮你 加上base path 那么最后的 最简单的结果就是 我还可以这么写 但是前面 把base path设好 就搞定了 所以 啊 怎么了 base base标签 没问题啊 它是画了条 画了条 这个红线 但是我关了 再把它打开 你发现那条红线不见了 我就是留签 可以变魔术 它不见了 慢慢习惯就好了 好吧 你用的工具里头 bug多了 我告诉你 这只是其中之一 没事 关掉 刷新 重启重装 咱们来讲吧 这都是四大法宝 你先你先你先给用一遍 解决不了再说其他的 对不对 OK 搞定 所以最后的结论 虽然我讲的过程比较复杂 但是最后的结论 你会发现其实不是简单 结论就是说 stress中的路径是根据action的路径 而不是gsp路径来决定的 所以尽量不要使用相对路径 那意思就是说你以后二话不说 永远都用绝对路径就对了 虽然你可以用redirect的方式解决 但是我这个我们还没有讲 但是这种的太不常用了 把它忘掉 因为它没用 谁记着 谁就是浪费脑力 忘记它 因为你看书 书上不会告诉你 哪点重要 哪点不重要 但老师我会告诉你 所以你一定要把你的精力 放在最重要的地方 就行了 书上有很多讲了 很多那个 特别怪异的interceptor 还有讲了很多的 这种验证的框架 但你真正企业 你去看他们都不用 那个我们就只能略讲 或者不讲 好的 解决办法非常的简单 统一使用绝对路径 可以使用前面自己手动加 也可以指定base path 就myclips经常用的 好了 消化一下刚才的内容